打开心灵的窗户 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 走进缤纷的原地 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 欢迎收听书香原地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 我是刘文 很开心有这几分钟的时间 我们一块来读好书 为你读的这一本书 是由台服传播中心所出版 由亨利克劳德博士 以及约翰·汤森德博士 所共同著作 《无苏新美师母》 所翻译的《为孩子立界线》 今天来到第八章了 若你是个妈妈 那你在教养孩子的过程中 有没有发生过以下的状况呢 就是你对孩子威胁 利诱都没有用之后呢 只好对他大吼说 我是你妈 所以你要听我的 好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这一章对你会有所帮助的 这一章的主题是 超越因为我是妈妈 帮助孩子建立正确的动机 来到界线的第五个定律了 就是动机律 我们今天要看到 这一章的摘要的上半段 一起来读这一本 《为孩子立界线》 有许多父母正在于失控 无理被动退缩或好争辩 爱操纵人的孩子奋战不休 他们不是在找寻什么 培养好动机之类的庙方 只是想找出方法来让孩子听话 然后孩子能够做个负责的人 他们就很满意了 动机似乎是遥不可及的想法 他们会说 让我先把这个孩子管好 然后再来烦恼怎么帮助他们有关动机的事情吧 动机 推动我们的行为 是我们外在行动背后的因 正如圣经所教导的 各样的恶行都是从人心里面发出来的 请参阅马可福音第七章二十到二十三节 但通常孩子的行为出问题的时候 我们多半会先注意这个问题的行为 而不是行为背后的那个原因 就好像家里客厅着火了 你会先关心怎么扑火 而不是先关心火从哪里来 不过请等一下 这里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议题 围绕着动机的问题在打转 第一 一旦你得到孩子的注意力 动机就变得很重要了 孩子小的时候会清理房间 是因为他不做的话 周末就不能去看电影 但是当这个孩子已经二十岁了 他会需要其他的理由 来保持自己的地方干净整齐 我们会看到 动机在许多层面上 影响孩子的品格发展 例如 怕痛苦和怕承受后果的 这种不成熟的动机 会帮助幼小的孩子不去做一些事 做父母的 不只是要帮助孩子培养 为自己行为做主的能力 也要帮助孩子为正确的理由 去做对的事情 而不是为了害怕处罚才做 你要帮助他学习做个可爱的人 假设你要儿子做功课 他好几次离开桌子 在那边闲荡 想办法逃避该做的事 因此 你就站在他背后唠叨着 要他把功课做完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可能暂时赢得了一场小战役 之中却失去了大战果 因为你孩子完成家庭作业的动机 是为了不要让你站在他的背后盯着他 而非想拿到好成绩 如果你隔天晚上不在他身边 你想会是什么局面呢 许多父母就是陷在这种困境里头 他们对孩子又叫又骂又威胁 而孩子的态度是 只要爸爸妈妈站在背后 我就乖乖就范 但是孩子到青少年的时候 你可不要离开他们去度小周末哦 他们是很不可靠的 我们听过成千上百个故事讲到 很好的基督徒父母简直不敢相信 他们上大学的孩子竟然会参与许多 在家里从未被允许的活动 我有个朋友发现 他们上大一的女儿竟然怀孕了 他们夫妻心都碎了 这个女孩子的行为就像是个很年幼的孩子 突然得到很大的自由一般 不懂得如何去使用 我的朋友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才了解到 他们希望大学会维持他们给孩子同样的保护 但没想到那是不可能的任务 父母所施加于他的外在约束 从未成为他品格的一部分 以至于他那些从外在命令而做出来的行为 显出他还是个孩子 不是个青年人 圣经教导说 在属灵的旅程中 我们需要律法来作为迅猛的师父 直到我们进入与上帝之间的信心的关系 并受到更高的原则所激发 请参阅《加拉太书》第三章24到25节 与动机有关的第二个问题 和为人父母的策略有关 疲倦而绝望的母亲或父亲 经常会用愚蠢的策略来要挟任性的孩子改变 以便解决问题 他们可能传达让孩子产生罪恶感的信息 或威胁孩子不再爱他们了 然后在冷战的关系中 获得短暂的缓和状态 这些策略都得不到长远的结果 因为所诉求的策略 是出于不正确的动机 不仅发生不了作用 也伤害到孩子 你还记得父母在你不同意他们所说的话 或不顺从的时候 沉默地撤回爱所带给你的感觉吗 今天有许多做父母的人 一辈子还在承受这种操纵所带来的苦果 他们结婚以后 受那个制造罪恶感的配偶所控制 对羞辱他们的老板和朋友感到愤怒 却觉得乏力 爱孩子的父母 必须帮助他们从这种 想要让别人稳定和快乐的内在混乱中走出来 动机在帮助孩子学习界限上非常重要 父母要如何帮助孩子培养 对爱和善行的正确动机呢